今天我们用山药来做一道美食 山药先用刮皮刀修掉外皮 修山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连夜粘到手掌 要不然真的是起氧无比 修另一边的时候可以用袋子给包一下 修好之后清洗干净 然后将头尾给去掉 再切成小段 切好的山药放进大碗里面 再加上一点食盐 加入清水浸泡大概10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防止它在蒸煮的过程中变黑 然后控干水分 倒进蒸锅里面 水开之后上笼中火蒸20分钟 蒸好的山药泥用筷子能轻松的穿透 然后放进大碗里面 用叉子将它压成泥 然后再准备一点蔓越梅干 用刀给它切一下 切碎一点口感会更好 再将切好的蔓越梅干 加入到山药泥里面 用筷子给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热的山药泥还比较软 比较粘锁 这个时候不好操作 可以将它放凉 或者是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 放凉之后的山药泥已经变得非常的粘合 可以戴上手套 然后取一小块放在掌心给它搓圆 放进铺了椰蓉的盘子里面 然后在表面也撒上一点椰蓉 将盘子晃动一下 让每一颗山药球都裹满椰蓉 取一颗山药球 放在案板上面用刀像这样按压一下 将它压成一个四方形 摆进盘子里面 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经常吃一点山药 可以帮助益气补皮 小孩子的话食欲不好 也可以稍微多吃一点 这种做法里面没有加糖 淡淡的山药泥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